哈囉大家好 歡迎來到谷谷頻道 那谷谷今天要來分享一下我 中了一年的女王鹿角爵 他的成長一個 成長歷程成長一個紀錄 現在看到的這張照片是上版完後的一個月 那可以看到很明顯的 左邊的這邊的臉已經有開始在長大 後來他的臉長得有點翹翹的 所以我就用釣魚線 稍微去把它整容一下 那最後這張呢是在2022年的6月 6月中的部分 那也就是過了差不多三個月 然後這接下來就是我們的主角 養了一年的女王鹿角爵 是放在室內養 他都放在室內 就是這個位置 然後他的進光呢 就是從 他現在面對的這一面是進光處 這樣子進光 可以跟前面的照片比照來看是 確實是長大了不少 大概長了有三四片葉子吧 差不多差不多三四片 然後現在中間這邊 又要再長一片新的 新的點 那所以一年 種起來大概就是這麼大 但是你放在外面 可能會長比較快一點 我是覺得我這樣子一年 可能油算慢了 放在室內 裡面養 那 大家也可以在下面留言看看 你們 覺得一年 這樣的速度算快還是算慢 那 看到旁邊這邊有一點 超會搭的顏色 是我放在外面 曬太陽 我之後的一年 我應該會想要把它擺在室外 看他會不會長得比較快 但是擺在室外就是要注意 那個太陽太大可能會 還是會那個 曬傷 像 旁邊這邊真的都是有一點曬傷 拿出去曬太陽之後 沒有曬很久 但是就是中午可能真的很熱 就會曬傷 然後 你們可能會問說要怎麼澆水 澆水的部分就是看 要看狀況 要看這個水檯的狀況 我們去摸這個水檯 就是他絲絲的那就還不用澆 現在目前是絲絲的 前幾天有澆過 那你們可能問我說 幾天來澆這樣子 用天數來看要不要澆水 那這樣其實是不太準的 像我放在室內的話 可能 一個禮拜只需要澆一次 溫度沒有那麼高嘛 水分沒有蒸發那麼快 然後如果你放在室外的話 因為溫度比較高 水分 容易比較 比較容易揮發 那你可能就要三天五天 就要澆一次水 那要自己掌握一下那個澆水的 時間 那施肥的部分 我就是放好康多在上面啦 就是直接放在這個水檯上面 我也沒有用肥料盒 要用肥料盒的話也可以 好我們把它拿下來看看 好我們現在把它拿下來 我們看一下它的上面 那上面呢就是它一些乾掉的 舊的葉子 那我肥料是直接放在這上面 但是它可能會掉下去 所以你還是買個肥料盒 會比較好一點 OK 好 那這大概就是女王 中了一年的一個紀錄 有機會的話 我會在 第二年繼續 來記錄它的生長 好 那本期的影片就介紹到這邊 那謝謝大家的收看 還沒訂閱鼓鼓頻道的 請幫鼓鼓點一個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